胃酸倒流在我們都市是很普遍 嚴重的胃酸倒流有時也會影響到喉嚨不舒服 病人很多時候會覺得喉嚨有蜜蜜、清喉嚨 喉嚨容易會腥沙 甚至覺得經常是乾咳、找不到原因 或者喉嚨有異物的感覺 一般來說我們要知道 由於喉嚨後面是我們的食道 當胃酸一推上來的時候 聲帶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就會首當其衝 譬如會令到聲帶起枕、生肉牙 甚至是生蜥肉要做手術 一般朋友如果想避免胃酸倒流影響到喉嚨 要記住不要喝那麼多有咖啡因的飲品 包括咖啡、奶茶 不要吃太辣或其他太熱氣的食物 要喝多些清水、喝多些暖水 保持聲帶上的水份 不要凝固成黏液和分泌物 不用清喉嚨就可以保持一把美麗的聲音